还要来关注的是 桃园的医院爆发了院内感染 当医师的还有医师的女朋友护理师 两个人都确诊 不过这个确诊的医师现在被质疑了 为什么都戴着手套口罩还会被感染呢 原来他近期曾经有协助帮新冠重症患者插管 被认为这就是染疫的可能原因 胸腔科医师也说了 其实在他们插管的过程当中 这病人含有病毒的飞沫很可能会喷出来 那医师就算是全副武装 因为口罩会有缝隙 所以穿脱的过程当中 有可能会不小心沾到 这都是有可能的 但是确切的感染源还要继续调查 拿出气管插管放进病患口中进入气管 再把内管放进去 这是治疗新冠重症患者的插管治疗 但过程中患者喉咙会有异物感 容易引发反射性咳嗽 也会造成飞沫喷溅 案838男医师疑似就是因此感染 其实插管是最危险的那个人 但是站在旁边的人 一样都暴露在这个密闭的环境中 有一样的风险 他会从喉咙咳出飞沫来 甚至他呼吸出来的气溶胶 也有可能有带有病毒 医师说就算有防护医和N95 防护力也只有九成 口罩缝隙或是碰到有病毒的病床 都不是没有可能 毕竟二零零四年SARS期间 台大医院胸腔科总医师 就是帮台商太太插管 因此感染 不过虽然案838曾经协助重症病患插管 但当时其实是站在旁边 由另一位麻醉科医师动手 这位医师除了协助插管 多次进出重症病房 照顾新冠患者 那个缓解导致染疫 指挥中心也还不确定 只能尽快找出感染源 好嘞 西红一尾 陈章正记也看不到